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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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歡迎大家來到這裡 然後我要你們伸出你們的右手來 或左手拍拍旁邊的夥伴說 很高興你坐在這裡 預備 來 然後呢 你給他一個祝福說 希望你走出去的時候會比較聽得懂 預備 來 希望你走出去的時候會比較聽得懂 所以呢 一開始的時候 我收到這個題目的時候 我就在想說 我要怎麼樣來開始這個主題 因為這個主題叫 親愛的我如何說得讓你懂對不對 就是如何去說得讓別人懂 那另外一個部分也是如何懂別人 這個是很重要的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要怎麼樣懂別人 要怎麼樣去懂自己 我就想起我小時候的一些故事 其中一個故事是 有一次呢 我在我童年的時候 我媽就說 女兒 你去買八角 你去買八角 她又國語跟我講 那你知道我們家是很特別的 我們家是這樣子 我爸爸是外省人 我媽媽是本省人 所以我們常常會有這種狀況是 我看到我爸的時候就跟他說 爸 起床了 然後我看到媽就說 媽 起來了 就是 雙生的 我們在家裡面常常是國語台語這樣子 然後有一天我媽就跟我講說 他說 春啊 你去買個 你去買八角 結果呢 我就 我就想說 好 我就去買八角 那我們就到 我就走到了我的那個雜貨店 我們家那邊的雜貨店 啊 雜貨店的老闆娘呢 都是用台語的 所以我就跟他講說 老闆娘 自己買八角 然後那個老闆娘就看著我說 八角 我這裡沒八角耶 他就說他這裡沒有賣八角 然後我想說 我就跟他講說 可是我媽說要 我媽說 我愛來幫你買八角 他說 我這裡沒八角耶 然後我就覺得很納悶啊 很納悶之後我就回家了 然後我就跟我媽講說 媽 你叫我去買八角 人家沒有賣八角耶 然後我媽就看著我說 什麼八角啦 八角是八角啦 八角 所以呢 我應該去的時候 我應該跟他講什麼 我要買什麼 買八角 就是要這個 所以當我媽媽跟我講說 八角八角的時候 我以為是什麼角 八隻角的那個角 所以呢 翻譯成台語的時候 就會變成 可是事實上這個角 應該是背什麼 那我問大家 發生這種事的時候 這個我媽媽有沒有錯 我媽媽有沒有錯 然後我去的時候 我有沒有錯 我把它誤會成八角 我有沒有錯 我也沒有錯 我也沒有錯 我翻譯成這個老闆 給老闆娘聽的時候 她聽不懂也是沒有錯 所以可是我們三個人 都有沒有達成我們的目標 沒有 所以這個是很有趣的事情 在我很小的時候 我就想說 欸 這到底是怎麼回事 然後呢 在我更大的時候呢 又發生了這件事 我在上這個高中的時候 我到台北來求學 那一年我15歲 那我本來是一個嘉義的小孩 嘉義的小孩 然後坐著公車這樣子 我們在嘉義坐公車 那個時候大概是40年前 哇好久了 40年前 40年前這棟樓都還沒蓋 我在談戀愛的時候 這棟樓還沒蓋 我先生是台大的 所以呢 所以呢 這次來的時候真的是物是人非 不是 就是人也老了 40年前的時候 就發生什麼事呢 我在嘉義的時候 我在嘉義 我們在嘉義有上這個公車呢 就是先上到車 然後會手上一個票 然後那時候嘉義的公車 還有一個車長小姐 車長小姐就幫你撕票 撕完票之後你就走到裡面去 那你下車的時候 你再出來再把票給怎樣 給這個車長小姐 那我15歲來到台北的時候 就發現 就很有趣 因為學校 我到學校去 學校就給了我一個票卡 對不對 大家現在還是用票卡 如果你在 現在還有票卡嗎 好像沒有了 因為現在都換悠遊卡 對不對 所以就有一個票卡 那個票卡 那那個時候呢 一個票卡呢 你猜那時候我們是幾塊 你們現在學生票是12塊 對不對 我們那個時候是3塊 3塊的時候 所以大概 離現在就是 30幾年 然後就是4倍這樣 3塊錢 然後呢 結果呢 那個時候我就印象很深刻 我就拿了票卡很高興 大家都到學校去領了票卡 大家都回家了 結果我就要坐265回家 我到現在都還記得那個車子 265我要坐回家的時候 我在中華路那邊等 前後就只有我一個人 結果呢 車子來了 車子就停下來 然後我就上車 上車的時候 我就拿著那個票卡 一上車我想說 沒有車長小姐 沒有車長小姐 然後呢 我就把那個票卡 往前拿給那個司機 然後那個司機就 這樣子看了我一眼說 下車檢票 然後呢 我就聽著 愣了一下 下車檢票 然後我就想說 因為我們在嘉義齁 是沒有下車檢票這樣的經驗 所以那個時候我聽不懂這句話 所以我就想說 是不是檢票機在車的下面 所以我沒看到 所以我就跳下車去 我就跳下車去之後呢 然後我就在看這個車子的門口 有沒有什麼檢票的地方 結果就跳下車去 跳下車去之後呢 這個司機就很有趣了 他就跟我講說 他就可能也很納悶 為什麼我又跳下去 他講了下車檢票我就跳下去 然後他就跟我講說 上來 然後我想說 他不是叫我下車檢票嗎 為什麼這時候叫我上來 所以我又上來 然後我又把票放在他前面 然後呢 這時候司機又講了一次 下車檢票 那這時候你知道嗎 我在那裡真的是 非常的困惑 我真的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但是你知道 人不知道發生什麼事的時候 他會怎麼辦 他會照舊的辦 於是我就想說一定是我沒有注意 所以我又跳下車 然後呢 這時候司機簡直快要發瘋了 他在那個地方 然後他就又講了一次 你給我上來 然後我就想說 他不是說下車檢票嗎 我還沒找到檢票了 怎麼又讓我上去 於是呢我又上去了 但是上去了之後呢 我跟他兩個人就都不敢再講話 我把票也拿在這裡 然後他他有改變 我有改變 我的改變是 我沒有再把票放在他前面 那他的改變是 他沒有再講怎樣 下車檢票 這個就是關係裡常常發生的 當我們發現舊的不能用的時候 我們就進入沉默期 因為不能講話 一溝通就怎樣 有溝就沒有通 一溝通就有生氣 一溝通就有挫折 這時候我們兩個就進入了這個關係的什麼期 我們說我們進入了一個關係的一個怎樣 沉默期 然後這時候就有趣了 後面就有一個很可愛的小姐 她就講了一句 她說 小妹妹 司機說下車檢票是下車的時候再把票給他檢 不是要你跳下車去檢票 然後我聽完之後你知道喔 聽完之後全車在後面看著我們這樣上上下下的乘客就怎樣 就笑了 笑了之後呢 我就往這個小姐的這個地方移動 然後呢 我就覺得這個小姐是我覺得人生當中一個天使 因為我問大家 這個小姐真正看懂了司機跟誰 跟我中間發生了什麼事 她真正看懂了我們想要表達的 可是我跟司機兩個人有沒有看懂對方想要表達的 沒有 那到底發生什麼事呢 我們說齁 我問大家在這個經驗裡司機挫不挫折 挫折 我挫不挫折 挫折 可是問題是我們兩個有沒有人有錯 這個是很有趣我們在溝通裡很重要的一個概念就是 即使我看看這個有 即使兩個人都沒有錯 可是溝通還是會很挫折 為什麼 因為有新經驗跟舊經驗 對我來講我到了台北我有一個台北的經驗 可是我是從哪裡來的小孩 我是從嘉義來的小孩 所以嘉義是我的舊的經驗 到台北是我的新經驗 那對這個司機來講呢 他的舊經驗就說下車檢票 然後這個人就走到裡面去 然後下車檢票給他檢對不對 可是他今天遇到一個人他說下車檢票的時候 他跑到怎樣下面去 所以對他來講他說這個人是怎麼回事啊 OK 所以這個是很有趣齁 就是說親愛的我怎麼樣說你才會懂 我怎麼讓你懂我說的呢 很重要是在你們的內心深處在溝通裡 要有一個了解 這個了解是即使兩個人都沒有錯 溝通還是會很挫折 而且常常發生在 兩個人都覺得自己沒有錯的時候 這個溝通就沒有辦法繼續下去 所以就開始有各種的衝撞 挫折跟衝突然後最後分手 所以我們今天要進到這個觀念裡 就是說那到底是怎麼回事呢 其實很簡單 就是你的經驗跟我的經驗不一樣 我用錢的方式 你用錢的方式不一樣 而且常常一定不一樣 所以有人說 凡老師我們常常人家結婚 有寫這個天作之和 你覺得怎麼樣 我就說其實天作都不和 你說啊老師天作是不和 我說對 天作之和是一個學習的過程 就是一個學習懂對方的過程 才有辦法天作之和 天作之和是一個結果 不是一個開始 那你說可是我們一開始 談戀愛的時候都覺得很和 那是一個妄想 還有那是一個浪漫 那是一個投射太多期待在對方 所以我們要開始認清楚這個事情的本質 然後呢 如果每個人 每兩個人都有不同的經驗的話 那麼我們在經驗當中一定存在著很多 我們對一些事情 比如說金錢 我們對相處的方式 我們對在一起的模式都有不同的經驗 所以這個就會造成很多的差異 一旦造成差異的時候 在溝通當中就會有挫折 因為你們可能不了解彼此到底在說什麼 也不了解彼此的經驗是什麼 所以呢 在愛情的世界裡呢 還有這樣一個例子 熱戀的阿V 熱戀的阿V是怎麼回事呢 阿V是我的學生 然後有一天阿V跟我討論一個事情啊 他說老師 我說怎麼了阿V 他說 有天我跟我女朋友出去 我說 他說聽說你是兩性專家 我說所有兩性專家最後呢都離婚了 所以還是不要當兩性專家 我說我只是一個喜歡學習溝通的老師 他就跟我說 我跟我女朋友去 這個在那個 大家告訴我說 台北有個很好的約會地點 我在這邊可以宣傳一下 就是這個圓山飯店前面 非常的漂亮 就是可以看到台北的夜景 非常的美 而且是免費的 你們可以走上去 就在那裡看夜景很美 然後阿V就跟他的女朋友一起去那個地方 就在那邊坐在那裡 風涼涼的很舒服 就是這個情意正濃的時候 阿V就問了他女朋友小莉一句說 小莉可以親一下嗎 然後這時候你猜小莉怎麼回答 嗯 不要 對還有呢 小莉怎麼回答 他們已經這個談戀愛談了三四個月了 我們那個年代比較保守一點 現在可能三天就可以了 然後那個時候 他也牽了他的手 他也搭了他的肩 那邊就在那個農情蜜意的時候 他就問了他一句說 小莉可以親你一下嗎 小莉說的話是 隨便 小莉說了一句隨便 然後我們這個可愛的阿V 他就又說又問了一下怎樣 隨便是可以還是不可以 這時候呢 小莉又非常非常尷尬的回了一句怎樣 隨便 然後呢 阿V又想了一想說 小莉 那隨便到底是真的是可以還是不可以啊 然後那個小莉就這時候尷尬到不知道該怎麼辦 他就站起來說我要回家了 然後阿V就很挫折的 他就說老師到底是怎麼回事 我一定哪裡做了不好 到底是發生了什麼 你們猜發生了什麼 當小莉說隨便的時候 到底是可以還是不可以 你們要想這個問題 因為弄錯了就會被告性騷擾 對不對 對啊 那我問你那怎麼判斷隨便到底是可以還是不可以 那我現在在問你們一個問題 為什麼他說他要說隨便 如果他想要讓阿V親他一下 但是他為什麼要說隨便 害羞 對 你知道小莉這個心裡有很多的想法 當然他喜歡阿V親他一下 我們說如果他說隨便是說OK 因為他媽媽一直告訴他怎樣 他這裡有他媽的聲音他媽說什麼 女孩子不能太隨便 女孩子要矜持一點 身價要好一點 不可以怎樣不可以怎樣 所以即使他心裡想要讓阿V親一下 可是他媽媽的幽魂就怎樣 好他這個幽魂就在這個地方 所以呢他不知道怎麼辦 所以他就講隨便 當然我們要怎麼樣判斷這個隨便呢 阿V就問我 我說哎呀阿V 你知道嗎 你在判斷的時候呢不能夠用什麼 外在這個語言來判斷 這個時候你要怎麼判斷 你要判斷的時候你要注意小莉在說隨便的時候 你在他的他的右側對不對 他說隨便的時候你要注意他的頭怎樣 有沒有怎樣 是往哪邊靠 如果他說隨便的時候 他把他的頭怎樣 往你那邊靠一下的話 那就表示可以還是不可以 這表示是可以喔 所以這個時候你就不用再問怎樣 你就不用再問說可不可以了 因為小莉的立場她能說可以嗎 不行因為她媽媽在那裡 她可以說不可以嗎 不行因為怎樣 她是想讓你親一下 所以呢這個時候她很困難 所以呢當愛情在既期待又怕受傷害的時候 就會變成怎樣 不知道該怎麼辦 為什麼 因為他說是也不是 他說不是怎樣也不是 所以這個時候你要進入他的非語言 你要看他的頭怎樣 往哪邊偏一點 那如果他往你那邊偏一點的時候 你就可以這時候怎樣 過來怎樣 親他一下 這樣如果他的頭怎樣 在他說隨便的時候還是怎樣 遠離你一點的時候 也許時間還沒有到 所以我們在溝通的時候 我們要去注意 我們怎麼樣聽懂人家的話 有時候不是聽 有時候要看 看什麼呢 看非語言 所以什麼叫看非語言呢 就是說有時候即使你沒有說出來 因為小莉的心裡有好多的東西在很複雜的在講 雖然沒有說出真正的心意 可是溝通還是在進行的 因為有語言跟非語言 所以在你要懂一個人的時候不是只有聽 你還要看 OK你還要看 那我問大家看的訊息比較多還是聽的訊息比較多 你們猜 心理學家說其實有60%的訊息是看的 而且這個比較接近他心裡的 比如說有一個人看到你 就是說 哇這件衣服好好看喔 好好看喔 怎麼這麼好看啊 好好看喔 你覺得他真的覺得這件衣服好看嗎 為什麼你們笑成這樣 因為你們聽到的跟怎樣 你們看到的不一樣 他表達出來的內容是說你的衣服很好看 可是他表達這個好看的衣服的態度是怎樣 是比較負面的 很好看喔 真的好好看喔 你就是這樣穿出去真的好好看喔 真的穿出去好看喔 你爸爸媽媽會不會跟你這樣講 你媽媽 當你裙子穿太短的時候 他會跟你講說 穿這樣很好看嘛 很好看嘛 穿出去看看啊 看看啊 真的很好看嘛 因為這裡面有非語言的部分是怎樣 比較負面的 所以我們不是只有聽語言 我們還要看非語言 這樣才能真的看懂一個人 看懂一件事 然後呢 非語言常常比較重要 非語言比較靠近一個人的內心深處 我們說語言比較是外念的 因為我們被語言訓練的太好了 所以你要注意他的非語言 好那為什麼會發生這種差異呢 這個就是我們再等一下要跟大家講 你真的要看懂聽懂一個人 你要注意他社會性的訊息跟他心理性內在的訊息 這個是非常重要 所以呢 這個是不知道如何是好的媽媽 兒子回到家裡 你知道 當你們在青春期的時候 我不知道你們回家常常講話 但是我常常有一些媽媽跟我分享 他們的兒子的時候 他們13、14歲的兒子回到家 只有五句話 一回來媽媽就問說 今天在學校怎麼樣啊 好 今天課上怎麼樣啊 不爽 然後呢 說要不要來吃飯了 砰等一下 然後呢 要睡覺了耶 好 你怎麼還沒睡啊 睡了啦 就這樣 所以呢 算一算呢 加一加大概十來個字 可是媽媽其實很想跟兒子談談心 那是怎麼回事呢 有時候媽媽實在很挫折 因為他怎麼樣問這個兒子 兒子都不跟他講話 最後呢 媽媽就會在旁邊睡睡念 睡睡念 然後媽媽常念就說 你知道嗎 我好辛苦喔 你知道 你知道我跟你講話很辛苦 你知道嗎 你做菜很辛苦 你知道你知道我這麼辛苦 然後呢 你都不跟我講一句話 然後媽媽這樣子念完之後 兒子又講了一句什麼 好煩喔 然後呢 門就關起來 玩他的店頭 或是看他的漫畫 OK 這怎麼回事 但是這個媽媽有時候 媽媽受不了了 媽媽先講氣話 就說你再這樣下去 我就不給你用網路 好 然後再來就撂狠話 再這樣下去 你就給我搬到外面去住 然後呢 再下去就出狠招 狠招是什麼 你們媽媽有出過 你們爸爸有出過什麼狠招 在你們以前跟他溝通的時候 很糟是什麼 蛤 不給你用錢 對 很糟就是不給你用錢 你再回家 不跟我講話的話 不跟我講 你到底在學校是學者啊 你是不是談戀愛 老娘就不給你用錢了 OK 然後呢 就開始進入冷戰嘛 對不對 冷戰然後熱戰 然後看哪一方先屈服 所以呢 這個就是 這個是發生 這到底是怎麼回事呢 我們說 其實齁 我要跟大家講 有時候齁 我們會在一種情緒當中 不想說的一直說 想說的說不出來 媽媽想說的是說 我真的想要跟你講講話 你跟我講講話嘛 告訴我你在學校到底怎麼了 對不對 這是媽媽想講的 不想講的是怎樣 那些狠話 狠招 還有氣話 可是我們常常在關心 你說氣話 你下次再遲到的話 我們就分手算了 對不對 然後再來就狠話 你知道 分手之後 你還能夠找到 像我這麼好的女朋友嗎 然後再來就出狠招 就下次跟他約的時候 都怎樣 都沒有出現 對不對 那這樣子一下去之後呢 其實你是愛對方 你想跟對方溝通 可是為什麼會在那個時候 這個語言跟感覺表達 好像有距離啊 為什麼 為什麼 你們現在可以開始想一想 為什麼 溝通分析的理論說 因為你那個時候 已經在兒童的心理狀態 你已經不是成年人 你是在你五歲的樣子 你現在看起來 你的媽媽 你的媽媽在你十幾歲的時候 大概四十多歲五十歲對不對 雖然你的媽媽五十歲 可是在這個時刻 她只有五歲 她只有五歲 所以她沒有辦法告訴你說 其實兒子啊 女兒啊 我想跟你講講話 因為她在這時候剩五歲 那你呢 在她說了七話狠話之後 你也變怎樣 你也變五歲 所以這時候是兩個五歲的小孩 對不對 所以呢 這是溝通分析講的 因為你們回到你們的兒童自我狀態 所以呢 在這樣那怎麼辦呢 其實呢 所以我們要開始進入什麼是懂 懂我覺得是一種修行 懂就是你要能夠看見自己 看見別人 你要懂得看見你自己的狀態 懂得看見別人的狀態 懂得看見語言 懂得看見她背後的經驗 懂得看見非語言 懂得看見當她小孩子出來的時候 你怎麼對她 如果你能夠做到這樣的話 你就真的能夠懂 懂別人 但最重要的是你要懂自己 什麼時候你已經快要說氣話了 什麼時候你已經快要撂狠話了 什麼時候你已經快要出狠糟了 你也要懂得怎麼樣 你要讓你的孩子 可以收服你自己內在的小孩 那麼在親密關係裡 你才不會做出一些 讓自己後悔的事情 這非常重要 我說這是一個修行的過程 懂是一個 其實每個人要的不一樣 你要懂人要什麼 這是第一個 當你要懂對方的時候 你要懂他到底要什麼 這個時候他到底想要的是什麼 我們說 所以在這裡我願意用一個 我自己用這個理論 在台灣已經二十幾年 就是不管用在教學 用在溝通裡面 這個是一個TA的重要概念 他說安撫 他說其實每個人都在要一件事情 每個人 TA講的每個人都在要安撫 這個安撫是什麼呢 安撫就是一種認可跟注意 認可是 哇 你做這件事做得很好 哇 你考上了台大你很棒 哇 你在台大讀得這麼好 哇 這個是一個認可 注意是你被注意到了 你被注意到 哇 你這個畫畫得很好耶 這裡面有注意也有認可 注意到你的畫 然後呢 很好 go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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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當我們點頭的時候 就代表了一種認可 所以TA心理學家說 每個人都需要注意 如果沒有注意的話 這個注意是必須的 如果沒有注意的話呢 人會生氣 人也會沒有力氣 因為這個注意 代表了一種energy 代表了一種能量 所以你知道嗎 我現在常常在餐廳裡面 看到一家人聚餐 四個人 四個人都拿出什麼來 手機在那邊滑 line滑臉書 然後四個人都怎樣 都在注意自己怎樣 自己的社交圈有沒有人來訊息 四個人坐在那個地方 他們完全沒有交談 菜來的時候呢 大家就用夾一夾 然後就夾著就說 好吃 另外說對 很好吃 好 然後又開始怎樣 又開始畫手機 這個是一個很特別的下 因為在手機裡面有什麼 有別人對你的什麼 有別人對你的什麼 注意 他送一個訊息給你 代表了一個注意 阿姨說 老師 這也是一個注意 這是一個注意 但是這個注意 是比不上人與人之間 看見的這個注意 那為什麼人要注意手機的注意 而不注意人的注意 因為人的注意可能 當他們開始講話了 媽媽就會開始講 我記得我那時候 在餐廳觀察這一對 這四個家人 媽媽後來放下手機 然後就問兒子說 欸 你期末考考怎麼樣 然後這個兒子說 還好還好還好 哇 這個時候呢 這個 這個 所以呢 這個注意 當媽媽問說 你期末考考怎麼樣 欸你還沒跟我們講 然後這個兒子就說 還好還好還好的時候 那這個兒子是怎麼樣 其實也許真的沒有很好 可是他還是得講怎樣 還好還好還好 因為要維持他媽媽正向的注意 還負向的注意 正向 保持正向的期待 如果他跟他講說 啊 我有三課被盪 我要延避 我要補修 這個媽媽當場 我看飯也不要吃了 就在那邊開始怎樣 你怎麼可以這樣 你知道養你有多麼辛苦 可能就變成這樣子的 一個語言 所以所有的注意 都變成負面的 還正面的注意 負面的 所有的認可 都變成負面的 就不認可你了 所以你知道 這個溝通分析的理論 他說 我們非常需要對方的注意 我告訴大家 事實上 我們在談戀愛的初期 我們給對方的是怎樣 完全的注意 我以前上課的時候 我上一門課 叫性教育輔導 其中有一堂課是交往 然後有一堂課是講同居關係 那我常常讓同學 那時候 因為我在師大上課 我就讓他們到師大陸的夜市 去判斷 這一對的關係 到底是在熱戀期 是在什麼期 然後他們回來說 老師好準好準 我就告訴他們說 如果他們在前三個月 他們走路的時候是這樣走的 兩個人走對不對 這個男生一定說 要不要吃這個 要不要吃那個 要不要吃這個 要不要吃那個 他的視線常常怎樣 集中在怎樣 這個女生身上 他出去 他問他這個 他是以這個 他的partner為主 這個女生也是一樣 他說你看這個好不好 這個弄起來好不好 他會非常的 他的視線是這樣的 當他們變成老夫老妻的時候 他們出去的時候 第一個樣子已經不一樣 他們不會穿的好看一點 他們就穿著襯衫 夾著假腳拖 兩個人 然後出去的時候呢 他們不太會看對方 他說 吃這個吧 你看你要吃什麼 那個也可以啊 看你要吃什麼 好 就這樣 然後 哎呀我這些學生 他們去師大陸觀察的時候 說老師真的耶 所以你可以判斷一個是在熱戀期 還是在怎樣 你說冷凍期 這個他是在比較前面的時期 還是他們已經進入一種 關係比較穩定的時期 當關係進入到比較穩定的時期的時候 你會發現他們在對方的注意力上面 就變少了 這是真是很有趣的現象 心理學家說 如果事實上 你們仍然要有一個時刻 是可以共同注意彼此的 這個原則是從談戀愛 一直到結婚 到生小孩 到你們怎樣 裝進墳墓裡面去 所以你知道 要怎麼樣維持這個注意 非常重要是 你跟對方 當你決定跟對方共度一生的時候 當你決定跟對方試著交往的時候 當你決定可能這個人是你的伴侶 或是配偶的時候 你每一個禮拜 這是婚姻專家說的 在美國我們做一個統計說 一個禮拜要有一次 至少四個小時的聚集 四個小時在一起 你可以注意到對方 對方也注意到你 OK 這樣才能養活一個親密關係 所需要的注意量 這個意思就是說 當然你們一開始一定是 有一個禮拜有四小時 但是隨著時間的過去 開始人生有重要的事 比如說要考託福 比如說要做什麼做什麼 可能你們的這個時間就會怎樣 下降 就沒有辦法那麼多的時間 可能這個禮拜就不要見面吧 下個禮拜再不要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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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你們一個月就沒有見面 當你們一個月沒有見面的時候呢 你們這一段的關係可能就會有生氣 當你們一個月沒有在一起看著對方 跟對方一起吃個飯看場電影聊聊天 四個小時的時候會生氣 你也會有 如果你不是生氣的反應 你有時候會覺得你沒有力氣 所以這個非常重要 這個不是用在熱戀的時期 它是用在關係的任何一個時期 所以健康心理學有一個理論 他說一個人要怎麼樣 才能維持健康的生活 他第一個你要運動一個禮拜三次 這個你們常聽到 然後第二個 你們要跟你們的好朋友 每個禮拜吃一次飯 為什麼要跟好朋友每個禮拜吃一次飯 因為吃一次飯的時候 你們聊天的這個時間呢就怎樣 可能有兩個鐘頭 如果你能夠跟兩個好朋友的話 你一個禮拜得到的注意就會有多好 四個小時 這個是維持你的心理的健康 這個健康是來自於一種注意的Energy 注意的這種能量 這個非常重要 這個是餵養你的心 不是身體 所以你有沒有四個小時 伸出你的右手來拍拍 旁邊那個拍的到夥伴說 你每個禮拜有沒有四小時 預備來 你每個禮拜有沒有四小時 你每個禮拜有沒有四小時 你說老師 可是我沒有伴侶啊 我沒有親密關係 沒有關係 你拍拍跟他說 你老師跟你討論也是一樣的 預備來 你這裡有沒有研究生 你老師跟你討論 這是算在四小時裡面的 你有沒有沒有 你有沒有沒有這個meeting 老師可以看著你 幫你看看你的論文 老師幫你私下做一些這個project 這些都是在這個安撫裡面 這個非常重要 如果你沒有這個 我告訴你你會怎麼樣 你會憂鬱 因為無力久了 如果生氣久了會怎樣 在旁邊寫 生氣久了就會心肌梗塞 然後呢 無力久了就會怎樣 憂鬱 如果你沒有得到四個小時 那你說老師 那上課算不算 如果你跟你隔壁的同學 你們來這裡上課的時候 他看看你的筆記 你看他的筆記 你跟他聊聊天 這個算的 因為你被他注意到 然後政治人物 站在這個講台上 這個講話算不算 算 因為你被怎樣 注意 對 現在你知道為什麼 有那麼多人要從政 為什麼 他 因為他們可以得到安撫 在報紙上看到他自己的名字 就是東西講的話出來的時候有沒有被注意到 有 現在你知道為什麼晚上 那麼多政論節目大家都要在那裡講 因為在那裡講的時候你會被注意到 你即使被罵到都是被注意到 正面跟負面的 是一樣的 所以拍拍隔壁 夥伴跟他講說 罵的四小時也可以 預備 來 罵的四小時也可以 因為他要的是注意 沒有正負面之分 只要你被注意到了 你被罵四小時 你仍然全身充滿了能量 對 如果你不要把這個罵當做是一種負面的看法 這是這樣子的 這是很有趣 你要懂 再來呢 兩個懂的實務溝通 就是你要注意 男生跟女生是不一樣的 這個很有趣 這有本書要推薦大家看 叫養兒育女大不同 這是宏蘭教授他們翻譯的書 叫養兒育女大不同 這裡面其實養兒育女大不同 他講的就是男人跟女人的差別 你在養的是一個小男生 跟一個小女生是不一樣的 談戀愛的時候你是女生的角色 跟你是男性的角色是不一樣的 然後呢這個 在心理學家他們就發現 這個安撫是有類別的 性別的差異非常的大 男人比較喜歡的安撫是什麼 要有用 這個安撫裡面含著有用的因子 怎麼講呢 當你跟一個男人說你好棒喔 這是不是有用的因子 是 這是 然後呢 當你跟一個男人說 你怎麼這麼沒有用啊 你怎麼這個都做不好 這是有用還是沒用 沒有用 但你們要非常的小心 你們如果跟一個男人講 你這個沒有用的東西 你這個沒有用的東西 講超過17次的話 他會進到潛意識 這個意思就是說呢 但有一天他想到 如果一個先生喔 他的太太跟他講說 你常常跟他講說 你沒有用 你沒有用 這個太太呢 這個先生呢 有一天他要回家的時候 他講了超過17次之後 然後這個先生想到我要回家 潛意識是怎樣 這裡就會冒出一個泡泡 說你這個沒有用的東西 然後呢 這個先生想說 我還是不要回家好了 我在這裡喔 我在總統府好好做事情 所以呢 馬英九有一次就要說 他在家裡的地位比不上馬小九 那常常這樣子的人 就會變成一個非常熱愛工作的人 因為他們在家裡是不太有用的 但他在哪裡有用 他們在他工作的地方有用 他們就會變得非常非常的喜歡 跟工作在一起 所以這個是對男性的 我們發現有用很重要 接下來呢 女人要什麼 欸那我 欸我應該多講一點點 這裡有沒有沒有伴侶的 還在還沒有男朋友女朋友的舉手 哇太棒了 那你們來聽這個課是對的 所以呢 現在重點來了 你如何讓一個男人 在你生命中是有用的 你一定要學會問一句話 這句話現在學一下好嗎 讓我們一起來 怎麼辦 預備來 怎麼辦 那要怎麼問怎麼辦呢 你現在試著問你旁邊的夥伴跟他說 等一下擅長了 不知道怎麼出去怎麼辦 預備來 等一下擅長了 不知道怎麼樣出去怎麼辦 啊怎麼辦這個字就是 對對方提出一個 讓對方有用的邀請 其實發現這個 發現這個理論的時候 我記得應該是有18年前 我記得那時候呢 我先生在這個台大念 這個醫學工程研究所的博士班 他在這邊念 這個博士班是在哪一個系啊 你們知道嗎 電機工程學系 哎呀在這裡講得這麼清楚 不知道好不好 等一下回去就會 這個結果呢 他在這邊上課的時候呢 他就回來跟我講說 啊學春學春我告訴你 我們那個系上一個學妹長得好可愛 我說喔好可愛 下次還會回來說 喔而且他 他那個穿著裙子飄飄飄的 我說喔裙子飄飄飄的 然後呢就過了一個禮拜 他回來跟我講說 而且齁 不知道為什麼齁 這個每次他講話的時候齁 大家好多男生都圍著他 喔好多男生都圍著他 你也圍著他 他說對 然後我就想說 嗯 這個時候通常心理學家說 你會有兩種反應 一個是開始反省這樣 反省你老公 他是怎麼回事 第二個你會反省那個學妹 到底學妹做了什麼 再來第三種反省 就是反省自己 是不是年紀太大對不對 小學妹嘛很年輕 可是呢 心理學教我最棒的一件事就是 當你看到特殊的成功的經驗 你一定要親自去看 他是怎麼做到的 所以為了知道 小學妹是怎麼做到的呢 我就有一天跟我先生講說 我去接你下課 他說喔好啊好啊 那他下課是6點 那我5點就到他的研究室 那我記得那時候很早很早 18、19年前齁 那個他們那個系裡面你知道 我進去的時候 他們研究生的那個研究室齁 我就進去的時候數一數 12個人坐在那個地方 然後進去的時候 這邊就有一個椅子 我就坐在那個椅子 5點 我就坐在那個椅子 那我就看到裡面的人 都自己各自在打電腦 5點15的時候 就從這個地方 就個女生走出來 他就走進來 然後我當時一看就知道怎樣 是他 為什麼 因為我先生已經跟我描述很多遍 然後他進來之後呢 他就拍拍那個桌子說 嘿5點多了耶 肚子餓了怎麼辦 12個男生 7個舉手 我去買便當 7個 然後呢 我就看到這個可愛的小學妹 就好棒喔 好棒喔 可是那個 吃完便當 會很無聊怎麼辦 這時候又一個男生舉手 我有一個很好看的 周星馳的錄影帶 你知道那時候還沒有滴滴滴耶 這種錄影帶 我可以放錄影帶來看 這時候這個小學妹又說 好棒喔 好棒喔 可是開完錄影帶會很晚耶 沒有車子回家怎麼辦 這時候有個男生舉手 我有摩托車 我可以載你回家 然後這個小學妹又對著這個人說 好棒喔 好棒喔 然後我就坐在那個地方 看著 沒有其實我那時候坐在那的時候 我第一個想到的是 我在念 其實我在念心理之前 我是念物理的 我四大物理系 念了兩年 物理系 物理 真的是物理系 然後呢 我在物理系的時候 我不知道為什麼 我坐在那的時候 就想起我在物理系 實驗做到很晚的時候 我也會出來講一句話 各位同學 我要去買便當有沒有人要買的 你知道嗎 這個人的人生從第一句話 就決定了他的命運 所以呢 我就吹來問說有沒有人要買的 然後就有人舉手 我們班的同學就舉手 我數一數十五個便當 於是我就走出去 你知道那段路有多遠 就差不多走一個 椰林大道那麼遠 我就走到外面 那時候七點多 走出去再回來的時候都八點多 我問你八點多 會不會有好吃的便當 沒有了 通通冷掉 你們這裡可以到鳳城嗎 鳳城還不錯 可是我們那裡沒有鳳城 我們只有小城 所以就拿了十五個便當 走在路上 走回來的時候就覺得 開始覺得 像我這樣 我為人人 人人為我的女生 為什麼沒有一個人來幫我 我們班上男同學都沒來幫我 然後呢 這時候怨女的心情已經到這裡了 然後走到那邊呢 開始發了 然後他們就開始吃 他們說 凡雪村你買這個什麼爛便當 怎麼這麼冷啊 這時候你知道 怨女的心情已經到這邊 然後就開始跟他說 冷冷便當 下次你不會自己去買喔 然後那個那個 我們班的男同學就會跟隔壁說 喔 這個很壞 很切 誰取笑他很倒楣 然後呢 再來呢一個便當當時是二十五塊錢 然後就有人開始講說 凡雪村不好意思我沒領錢給你欠一下 給你給我欠一下 我說給你欠一下 我這樣幫你們去買便當 還要給你們欠 還要給你們閒 這什麼世界啊 這樣講完之後呢 我們班所有男生 你知道我們班有二十八個男生 我們班只有七個女生 照理講我應該有四個配額 可是我從來都沒有使用過我的配額 好我們其中有一個女生呢 有十二個人 十二個配額 好就把我們大家的都拿去他那裡 然後呢我當時就不懂 像我這麼好的女孩為什麼都沒有人來追我 一直到我學心理學 在那一刻 我坐在那裡前程往事 一直在我的腦袋裡 我才懂 當我出來講說 我要去買便當有沒有人要買的的時候 我已經讓所有異性的關係 變成一種有用還是沒有用的 沒有用的 他們在我生命當中不會是有用的 呀 所以你知道我當時我人生有幾大禮物 我人生有五大禮物 這是我人生最重要的一個禮物 從那天開始 我開始改變 所以我記得那時候 我後來有接到我老公 然後呢我們就 我就開著車要載他回家 然後呢 快要到家的時候 我就跟他說 老公 他說蛤 我說晚上沒有飯吃怎麼辦 我記得我第一次講的時候 講得非常的怎樣 不自然 但講久了就自然 然後他竟然跟我說 沒有飯吃 我們可以吃麵啊 我說 我就跟他說 好棒喔 你知道他後來講的話更好笑 其實齁 我其實是比較喜歡吃麵 不過以前你好像都很喜歡煮飯給我吃 你知道我常常 我沒有學這個之前你知道 我每次看到他 我每次看到他看到我 因為那時候他在念博士班 我在念博士班 我看到他我就說 我看到他看到我說 對不起 飯快要好了 飯快要好了 然後我就趕快去煮飯 我從來沒有一次問他說怎樣 你要吃什麼 我總是覺得怎樣 我就煮好飯給他吃就好 這是理所當然的想法 我從來不知道他喜歡吃麵 一直到那一天 非常的誇張 然後他就跟我說 我們可以去吃麵 然後我就講了一句 喔 好 好 好像我正在想說應該是怎麼講 我一直在想說小學妹是怎麼講 我說好棒喔 他就說喔 他說 他說啊 那當然 我們那個巷口的阿美阿姨 阿美阿姨去當里長 當時我們巷口一個阿美阿姨 他就跟我講說 那我們去吃那個巷口嘛 我們當時還不知道他叫阿美阿姨 然後我們就去吃 然後我們就把車停好了 我們就去吃巷口的阿美阿姨 坐在那裡 我印象非常深刻 豆干很難吃 但是那個海帶很好吃 那照我以前的個性我一定會說什麼 這豆干怎麼這麼難吃 怎麼這麼這麼難吃 可是那一天因為我 思考了小學妹的人生 跟我的人生 所以我就跟我先生說 阿這個海帶真的是好棒喔 然後好神奇的事情發生了 就在那個時候 我先生竟然說 哈 你喜歡阿 欸 我知道我們附近有一家海旋喔 我知道經過他好 半年了我們都沒有 有空我也帶你去吃好不好 我那時候就說 哇 好棒喔 然後他說欸 你真的喜歡阿 那時候星光三月才蓋好 上面有個雲彩廳 要等六個月才吃得到 他就跟我說欸 那有空我們也可以去那個雲彩廳吃一吃 不過要等六個月 我當時就想了一句這樣 好棒喔 然後呢 我們就吃完豆干跟海帶跟麵對不對 然後我們就走在我們那個 光華街的巷子 我告訴你 我那時候挽著他的手 我覺得我是全世界最怎樣 幸福的女人 而且很重要的是 我只要會講幾句話就好了 兩句話 第一句就是怎樣 怎麼辦 第二句就是怎樣 好棒 還說哈老師是這樣 啊 當年我理解到的 跟我現在理解非常的不同 在我年紀見長之後 你知道我才知道 男性要的這個有用就是 他需要在你的生命當中 是成為一個被你依靠的 是有能量的 是有 是你可以依靠 是被需要的 這個是非常的重要 而且在我十多年 我在做諮商的時候 在諮商室裡面 我大概到現在 見了上千個個案 我有稍微數一下 我大概有兩萬多個時數 在諮商室裡面 我才發現 每一個男人都希望 是女人生命中的依靠 現在重點來了 那為什麼他們不能靠了呢 因為如果一個女人 不斷的挑剔的時候 這個男人就不能靠 不能 這個男人就遠離了 因為他會有個想像是 你覺得我沒有用 你覺得 你不需要我 當這個感覺一起來的時候 這個男人就會離開這個關係 潛意識裡面很深的 每一個男人都渴望女人的認可 非常渴望 渴望到你們沒有辦法想像 我做了二十幾年的諮商工作 我才了解到說 哇 十幾年前我懂得道理 原來他內在是這麼的深 但是你們不需要知道為什麼 你們只要知道怎麼用 對不對 剛才有好幾個舉手的 你們知道要怎麼樣邀請別人 在你們生命是有用的人嗎 接下來可能就會有同學問我說 老師 那可是我是男的 我可不可以跟女的說 欸 誰提我不會怎麼辦 那個 那個女的幫我解決之後 我就跟他說 你好棒喔 哈哈哈哈 所以這就是很有趣 你就會發現說 如果我是一個男的 我要找女朋友 我這樣找得到嗎 我保證你鐵定找不到 為什麼 因為男人要的跟女人要的不一樣 男性 所以女人要的是什麼 被愛的感覺 所以當一個女人跑來跟你說 怎麼辦的時候 這個男人要說什麼 來跟所有的男生跟我講一遍 沒關係有我在 預備 來 沒關係有我在 OK 這是男性的方式 你要成為一個是可以被依靠的 可以被依靠的 好 請注意喔 帶你注意 這個男人跟女人的標準 不是用生理的 是用心理的 是用心理的 好 那你們看看 我是男人還是女人 哈 我每次都這樣 那每個同學都 喔 老師你看起來是女人 我說對 可是心理上是怎麼人 你說老師 我說的是心理 你要非常的有趣的去判斷 幾乎所有大學的女教授 心理上都是男的還是女的 男的 對 80% 我很少看到大學的女老師是 我講的是心理上是女的 好 這個意思是說 如果你們看我 我心理上是男的 我是適用哪一個 適用哪一個 有用 所以我才會出來問一句話 我要去買便當 有沒有人要買的 因為我的安撫 我喜歡的安撫是有用還是被安 對 這是很有趣 但是我要講一個更重要的事情 每一個人在被教養的過程當中 會傾向於喜歡某一種安撫 但事實上 這兩種安撫都是人潛意識最需要的 這個意思就是說 當一個人他有了有用之後 如果他是一個男性的心理 他有了有用之後 他下一個階段會希望什麼樣的安撫 被愛的安撫 那被愛是什麼意思呢 在旁邊寫一下 被愛是祭次 當你送一個女人玫瑰花一次送他十朵比較好 還是一次送他一朵送十天比較好 第一個送十朵的 你喜歡人家送你送十朵的舉手 這有女性嗎對不對 還是應該會有 沒有啊 你們這裡都沒有啊 沒有啊 好來 有一個嘛 對有一個 你喜歡他送你十朵 是一天一次送一朵送十天的舉手 對各位男士看一下 各位男士看一下 手放下 這樣你懂了 那如果你要追那個綠色衣服的女生 你要一次送他十朵 那其他人就一次送一朵 如果你不知道的話 你要先從哪一個開始 一次一朵 為什麼 因為一次一朵代表的是 你的心裡 你送他十次的時候 代表你的心裡有幾次的他 十次 這就是被愛 因為你記得他十次 他要的不是十直的十朵玫瑰花 他要的是你記得他 所以你知道這兩個都是人最渴望最渴望的 可是因為教養的關係 因為這個社會認可的關係 到最後會分化成男性比較喜歡的 跟女性比較喜歡的 OK 可是真正在人靈魂的深處 兩種都需要 我們渴望對這個世界貢獻 這是有用的安撫還是被愛的安撫 渴望去貢獻 有用 對 我們渴望生活的有意義 渴望去貢獻 渴望被需要 渴望當一個很棒的發明家 這都是有用的安撫 同時我們也渴望一個很好的關係 我們渴望被照顧 被看護 被呵護 這是哪樣的安撫 這是被愛的安撫 所以你要懂 你要懂 你看看旁邊 你坐在你旁邊這個人是男的還是女的 先看他一下 對不對 然後呢 你看著他 然後你想想他想要的安撫是什麼 如果他是一個男性的話 你心裡要想說 我怎麼樣讓他覺得在我生命當中是有用的 如果他是一個女性的話 你要想的是說 我怎麼樣讓他會有被愛的感覺 那你就懂 人要什麼 然後心理學家在這幾年很有趣 他們做了一些東西 這個跟我們剛才黃主任講的有點雷同 他說 這個也是這大概從2000年到2010年 好多好多的研究跑出來 大家只要去看一下 這個他們用這個Functional MRI 就是那個中文怎麼講 這個 這個噪影 這個功能性的這個MRI 就是可以看你的這個腦部的血流是怎麼跑的 然後他們發現了很多很多很有趣的東西 大量的研究 因為這個研究的這個機器 就是研究這個實驗的器材的這個功能 一直的被發現 甚至最近有一個很棒的事情就是在 師大有一個教授 叫洪華爾洪教授跟台大神經科邱明章邱醫師 他們找到了一個有關阿茲哈末症 就是可以檢測的一個很重要的東西 也是用了一些儀器做出來 我當時曾經參與過他們 曾經去看過他們的團隊 就是曾經參與過一兩次的討論 我覺得非常的impressed 就是非常印象深刻 然後呢兩個懂的生理原則 男性的大腦齁他是比較專注的 專注就是說如果他如果一個男人失戀了 他就很專心的失戀 很專心的失戀 那他要知道事實 他要知道事情到底是怎麼樣 他會很專心的失戀 他會喝12罐啤酒 然後他開著車子心裡想說 我失戀我失戀我失戀 然後環島一周回來然後好了 很專心的失戀 可是女人呢他是怎樣 他的大腦是在細節 他們做那個Functional MRI的時候 你就看到女人在思考事情的時候 是在這個額葉 在這個整個大腦蔓延的 男人在思考事情 他的血流是在那個腦幹的 集中在腦幹的 女人著重在細節是怎麼樣 你問他你失戀你難不難過 他說不難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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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看到這棵樹 我曾經跟我男朋友在這棵樹下 好所以這個女人要開刀了對不對 然後醫生來跟他講說 這個有1%的死亡率 1%意思就是說我會死 我會死 為什麼因為有1%的細節 他就覺得他就好像死掉 因為在那個細節裡他就死掉了 所以我是建議說男人跟女人 你們如果男人得了癌症跟女人得了癌症 你可能對他的方式要怎樣 不一樣 對男人來講 如果這個男人得了癌症 你應該怎麼跟他講 他需要事實 他需要專心對不對 抱歉你得了癌症 所以呢 你可以開始規劃我們再來怎麼樣進行 你的手術或做什麼療程 那女人得了癌症你要怎麼跟他講 因為他聽到癌症應該就已經下暈了 因為他覺得他已經死了 所以女人得了癌症的時候 你要跟他講怎樣 這裡我們發現有一個腫瘤 所以我們必須把它切掉 然後再怎麼樣怎麼樣 術後的復健或怎麼樣 我先跟你的先生談一下好不好 然後對 所以這個是很有趣 因為注重細節的人可能在細節裡 他就死亡在細節裡面了 就好像你跟他說1%他就感覺是1了 好這是很 所以你要懂男人跟女人不太一樣 真的在身體上也不太一樣 你們看到這裡面會不會想要做什麼研究 我看到你們的那個 我們的這個主題上面有一個是 關於同志的對不對 你們會不會很好奇 那把同志找來做會是怎樣 會很有趣 同志找來做發現同志的伴侶裡面 也有男性跟女性 也是有所謂的0號跟1號 是有心理上的傾向不同的 這是很有趣 相關的這個研究 所以就有一個故事是這樣講的 他說有一個婚姻介紹所 然後這個婚姻介紹所很有趣 這個婚姻介紹所說 你可以在我們這裡找到你想要的伴侶 然後有分成女人一組跟男人一組 然後女人這一組 但是他有一個條件就是你上了一樓二樓 二樓你就不能回來一樓 上了三樓就不能回來二樓 就是你找的人你上了一樓 然後一樓這裡就有一個人跟你講說 我們這一層的男人就跟那女士介紹說 我們這一層的男人都有怎樣 好的工作 那這個女人就想一想說不行啊 只有好工作不行啊 不知道他對我好不好 於是這個女人又踏上了二樓對不對 這個二樓他們就跟他說 我告訴你這一層的男人都有好工作 而且顧家 這女人想說這樣不錯 可是他顧家 我又不知道他愛不愛我對不對 所以這個女人又上了三樓 三樓呢這個婚姻介紹跟他講說 我們這一層樓的男人個性都非常的好 然後這個女人又想說 可是個性好 不知道對我好不好 這也是不行 我還是要再往上一層 所以我這個女人到四樓這個 這個婚姻介紹所跟他講說 我們這一層的男人呢 都有一個好工作 而且呢都很 個性都很好 而且都很顧家 而且呢都對女人很體貼 哇已經到四樓了 那這時候這個女人怎麼辦 猜 這女人會不會留在四樓 這女人最後沒有留在四樓 這女人最後沒有留在四樓 他想說 喔 竟然這四樓已經是這樣子 不知道五樓是怎麼樣 於是他走上五樓 婚姻介紹所跟他講說 你實在太挑剔了 這裡沒有適合你的男人 謝謝 不能再下去了 然後我們來看看另外一邊 這邊呢是男生要去找女生 男生要去找女生 他走到一樓的時候 婚姻介紹所的人跟他講說 我們這一層樓的女生都長得很漂亮 這時候就留下了三分之一的男人 三分之二的男人 漂亮 是漂亮 不知道漂亮 不知道他怎麼樣 那但是三分之一的男生 就留在漂亮那一層了 他們從來沒有上過二層 然後第二層 然後呢 剩下三分之二的男人 信聰聰的跑到二層 然後在婚姻介紹所跟他說 我們這裡的女生不只漂亮 而且他們很喜歡做愛 最後所有的男人怎樣 都留在第二層 所以從來沒有人上過第三層 第四層跟第五層 好慘喔 這個預言故事告訴我們的是什麼 女人是什麼 女人是重視細節的 男人是重視什麼 男人有幾個重點 重點滿足就好 但是呢 重點滿足之後就發現 男人娶了這個女人就發現 他每次這個女人在家裡 所有燈泡壞掉的時候 都要把他叫回來修燈泡 這個是很有趣喔 這是一個故事 所以呢 來到到底發生了什麼 到底是為什麼男人女人 有這樣子的不同的差別 有一個心理學家他就說 他說因為人有三種自我狀態 三種 他說P是父母自我狀態 A是成人自我狀態 C是兒童自我狀態 所以呢 男人在選女人的時候 他常常是什麼自我狀態 他是兒童自我狀態 滿足就好 滿足就好 而且當下滿足就好 那女人在選對象的時候 他們常常在父母的自我狀態 不可以這個 不可以這樣 要這個要這個好 要那個好 OK 所以呢 什麼叫做PAC呢 什麼叫做三種自我狀態呢 他有一種很好的分別就是 P就是你的人格裡 你父母常常對你講的話 這就是你的父母自我狀態 所以女人的父母常常跟他講說 要找一個怎樣 有好工作的才有保障 對不對 然後要找一個體貼的 對不對 要找一個這... 所以女人在選對象的時候 我們女人常常是用什麼去找 他的父母自我狀態去找 那這個... A是什麼呢 A就是說 如果你現在有機會環遊世界 或是完成夢想的話 你會做些什麼感覺如何 你有什麼樣的想法 就是 A就是一個比較實際的 針對此時此刻的狀況的自我狀態 處理現實事物的自我狀態 可是我們比較少在選對象的時候 是在這個自我狀態 那麼C是什麼自我狀態呢 就是小時候常有的這種感覺 想法跟做法 或是呢 就像小孩一樣的 當下 當你是一個小孩的時候 給你一串糖 你吃得很甜 就說哇好棒好棒喔 好喜歡好喜歡 要不要留在這裡 好好永遠要留在這裡 這個是我們小時候常有的一些感覺 想法跟做法 然後就會變成這樣一個圖 這個我特別加一句 研究生才需要懂 你們只要知道就好你們不用懂 所以它是非常非常複雜的 就是說我們的內在世界裡 有三個自我狀態 你可以把它看成三種的人格的傾向也可以 那很多人問我說 老師他跟那個佛洛伊德自我本我超我一不一樣 是 他唯一一樣的是他也是三種狀態 但是他們講的是不太一樣的東西 這個是TA的理論 就是一個人內在有這三塊 那這三塊呢 這個P的部分就像父母一樣的行為想法跟感覺 A就是此時此刻的行為想法跟感覺 C就是兒童時期的行為想法跟感覺 那你看C還有一個小PAC 為什麼 如果這個PAC是你18歲的PAC 那在你的C裡面就涵蓋著過去你小時候所有的PAC 其實因為更小可能三四歲 所以有時候這個在臨床治療上非常重要 因為有些事情不是發生在這裡的 比如說你跟你老闆出了問題 你跟你同學出了問題 如果我們幫你處理處理 你做諮商的時候幫你處理處理 一部分的人就好了 這個好就是表示他的問題是現在 但是很奇怪 你跟你的同學出了問題 你們分組報告的時候 他不喜歡你 你不喜歡他 後來你們講開了 可是講開了 還是你還是有很深的不舒服 還是很不想見到他 這時候就表示 你的問題不是來自此時此刻 你的問題是來自你比較小時候的經驗 這個時候在臨床上 在諮商上 我們就要做回溯的工作 那你說他老是要做回溯 對 這種關係的創傷 關係的創傷 最久的我們可以回溯到沒有語言的 所以我有個個案跟我做諮商的時候 他是阿呀呀呀呀呀呀呀 然後我就跟他阿呀呀呀呀呀呀 是Sala Language 叫沙拉語言 沒有辦法那個講的 因為他的創傷是在沒有語言的時候發生 這是關於治療啦 當然我們今天講的是關於懂跟溝通 他說更深更深的 有時候他的創傷是來自比較小的時候 那沒有辦法用現實的這個部分來做治療 那麼在這裡還有一個有趣的東西 就是P這個P 有CP跟NP 就意思說父母裡面有兩個父母 一個父母叫做控制的父母 Controlled Parent或是Critical Parent 就是批評的父母控制的父母 然後還有一個是浮育的Nuturing 就是比較浮育的一個父母 父母裡面會有兩種 在這個C裡面呢 我們說在C裡面有兩個 一個是叛逆的C 一個是 我們說C有兩個C 一個是Adapt 就是適應的小孩 一個是自由的小孩 這有兩塊對不對 好適應的小孩裡面有兩塊 就是永遠是說Yes的小孩 跟永遠說No的叛逆小孩 那事實上在這個理論裡面 他認為Always Say Yes跟Always Say No 都是適應的小孩 所以如果你在關係裡Always說Yes 好 好 好 你總是去接受對方的意見 總是在關係裡 就是去配合的那一方 到最後你就是一個說Yes 到你在這個關係裡 最後你會感覺到一種窒息感 沒有自由的感覺 如果在關係裡 總是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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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話 這個關係很容易就走不下去 OK 然後這個自由的C呢就是 啊 好棒喔 今天好快樂喔 我們可以來這裡聽演講 冷氣好涼 好舒服喔 這個是自由的這個C 但自由的C是比較自發的C 如果你的自發的C太多的話 你可能沒有辦法做一個 有一個規則的工作 所以TA的理論說 你內在的這些東西都很重要 事實上一個人內在全部都有這些 但是我們在發展的過程會比較偏向哪一邊 TA說那你要知道可以去發展你沒有的部分 所以因為這樣就會形成三種溝通的模式 第一種就是互補的溝通 互補的溝通就是我從我的P給你發一個訊息 我從我的P給你發一個訊息 比如說我跟你講說 小莉今天晚上我要去聽演講 你跟我一起去吧 小莉就從他的C發一個訊息說 好啊 好啊 我跟你一起去 這個就是一個互補的溝通 OK 那這個互補的溝通就是你們會繼續下去的 你覺得你懂他 他也覺得他懂你的狀態 再過來呢 是交錯的溝通 交錯的溝通是這樣的 我從我的A發一個訊息說 7點了要不要去聽演講了 這是一個A對A此時此刻的一個訊息 然後呢 這時候呢 另外一個就在這邊說 聽什麼演講 你知不知道 我有多少事情沒有做 你要約我去聽演講 幹嘛 哇 這時候就這樣 你就覺得好像被雷打 劈下來了 這個時候很有趣 這個就叫做交錯式的溝通 這個時候呢 沒有辦法再繼續下去 兩個人都很挫折 那怎麼辦呢 怎麼辦 怎麼懂呢 就是第一個 當他劈下來的時候 這個人有一個 左邊這個人有一個機會 他可以怎樣 他可以怎樣 變成C往上面 所以他可以改變他的位置 他可以說 好啦 好啦 那你可能有一些工作要做 那我們不去聽演講就是了嘛 沒關係啊 不要生氣 好 這個時候就是他下來 那就會變成平行 還有一種方式是 當他說 我們是不是要去聽演講 聽什麼演講 他下來的時候 右邊的這個人 這個人改變 他下來 他說 哎 對不起對不起 我講話太衝了啦 因為昨天都沒睡好 如果你要去聽演講的話 因為我需要休息 所以就你去就好 你再回來告訴我聽得怎麼樣好不好 好 他回來這個A的狀態 這樣也可以變平行 這樣有去嗎 所以什麼叫做懂對方 就是你必須先知道這個人現在在哪裡 然後並且可以跟他用平行的溝通 那你們的溝通就不會有問題 不會有挫折 撞牆的感覺 交錯溝通會讓你覺得有撞牆的感覺 然後呢 這個是最有趣的 這個叫曖昧溝通 曖昧溝通就是表面上有個訊息 下面有另外一個訊息 表面上訊息是一個社會性的訊息 裡面訊息是一個心理性的訊息 所以當我們一開始講的那個例子 那個阿B就問小莉說 小莉可以清理一下嗎 對不對 小莉說怎樣 隨便 為什麼他說隨便 這個隨便裡面有兩個訊息 表面的意思是隨便 可是裡面的訊息是什麼 可能是我覺得可以阿 可是我媽媽怎樣 我媽媽說不可以 所以我只好就是表面的訊息 就變成一個隨便這樣的一個訊息 所以裡面是有另外的一個訊息 所以任何的溝通裡面 有曖昧式的溝通常常是存在的 既期待又怕受傷害的時候 就會有這樣子的一個狀況 在談戀愛時候的溝通 會讓人那麼挫折 所以在國中的時候 如果你們還記得你們國中的時候 就會發生這樣的事情 這個大偉寫了一封信給小莉 說小莉我真的好喜歡你 就是我很喜歡的那種女孩子 我不知道有沒有什麼機會 跟你變成男女朋友 然後小莉做了一件什麼事 會很傷害大偉 他把這封信怎樣 拿給他吃掉還好 拿給他最好的朋友看 你看大偉寫這個信給我 然後他最好的朋友拿給他的好朋友看 你知道嗎 大偉寫了一封信跟小莉說怎樣怎樣怎樣 然後呢在某年某月的某一天 大偉走進教室的時候 他突然感覺到怎樣 他突然感覺到一種很奇怪的感覺 每個人都看著他 然後看著他 然後看著他 然後看著他坐下來 然後他拿出課本來 他就感覺大家都在看他 在看他 但是他又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因為這個時候曖昧溝通已經發生了 表面上 大偉走進來還是跟以前一樣 可是裡面有很多東西在進行 裡面的訊息是 你看你看大偉來了 看他 你看看他有在看小莉 你看你看他這樣這樣 你看你看他這樣這樣 你看你看他那樣這樣 所以大偉 他常常覺得他的背後有一股良意 不知道良意是從哪裡來的 因為在這個裡面有很多的什麼溝通 曖昧吃的溝通 他不知道 好啦 那如果你是大偉你怎麼辦 後來你才知道 你最好的麻吉小偉來跟你說 大偉你是不是寫封信給小莉 大偉說是啊 你怎麼會知道 他說因為我的麻吉的麻吉的麻吉 麻吉麻吉 現在好像全班都知道 那你現在是大偉說 哇靠 對 他想說 那怎麼辦我這樣我怎麼樣 然後大偉第二天就消失在怎樣 課堂上 然後就得了一種病叫做聚學症 他就覺得他很難再踏進這個班上 那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我問你小莉是真的不喜歡大偉嗎 你們覺得呢 他真的不喜歡他嗎 那他喜歡他的他為什麼把他拿給他最好的朋友看 對 這裡面可能有炫耀 這裡面可能也有一種分享 這樣了解嗎 所以他就會讓這個溝通變成一個曖昧的溝通 他沒有直接跟大偉怎樣 直接跟大偉說 大偉我接受你或我拒絕你 這個就是一種曖昧溝通引用的方式 那我們今天沒有機會跟你們講卡布曼三角形 這個是戲劇三角形很有趣的 講心理遊戲 那有曖昧溝通就會形成一種東西 叫心理遊戲 然後呢這個是很有趣 再接他說呢 親密關係的溝通 你常常都在P對C 所以呢這個是照顧被照顧的這個關係裡 會有親密關係 還有兩個人像小孩子一樣的 這個時候會有親密關係 而親密關係是我們最想要的一種關係 就是親密的感覺 好在親密關係裡有親密的感覺 是常常是發生在這裡跟這裡 我們在A對A的時候不太會 筆記借給我 好筆記借你 這不會有親密的感覺 但是說哇今天天氣好好 對啊要不要一起出去玩 好啊我們就到那個最會湖畔去 去吃一點東西好不好 好我去幫你買 哇這個就有親密的感覺 是這樣子 所以你要懂 這是我們人的任何時刻都需要親密的感覺 然後呢 最重要的是 在這樣的溝通裡面很重要的是 我們叫做曖昧的溝通 這個叫心理遊戲 有一個曖昧的溝通 這個常常我們會遇到 這個是很有趣 比如說 來吧我們來演一下這個心理遊戲 親愛的同學們 凡老師覺得我太胖了 我需要減肥 你們能不能給我一些意見 趕快 蛤 來隨便給一個意見 快點快點 這樣遊戲才玩得起來 來 多運動 聽起來不錯 可是運動完都會黏黏的 很不舒服 怎麼辦 游泳 聽起來不錯 可是游泳的時候穿那個游泳衣 我這樣很肥 全裸 全裸去游泳 聽起來不錯 不過台灣很少有這種地方 怎麼辦 怎麼辦 再來呢 還有怎麼辦 凡老師想減肥 不要吃 聽起來不錯 可是呢 其實不能吃的話 人生也都沒有樂趣了 對不對 這樣怎麼辦呢 各位同學 我真的很想要減肥 睡覺 聽起來不錯 可是再睡下去 可能會越睡越肥 喔 這個是一個遊戲 這個遊戲叫Yes But Yes But 玩下去呢 你們會開始覺得 不然你去死 對 為什麼我 我跟你講什麼都不行啊 為什麼我跟你講什麼都不行 你們會覺得 有時候你跟你的男朋友 跟你的女朋友 你怎麼講他都好不起來 他跟你講說 哼 我微積分要被擋了 那你就開始跟他說 你可以這樣 你可以這樣 他說聽起來不錯 可是 聽起來不錯 可是 那他內在的需求是什麼 你應該跟他講什麼 Yes But 的這個心理遊戲 是你跟他說 怎樣 蛤 對 白老師其實你不胖啦 其實你瘦瘦的 就你這個年齡層來講 你真的是很苗條的了 就50歲組的喔 OK 所以你女朋友會問你 你男朋友會問你說 你覺得我需要改嗎 對不對 你有沒有覺得 我還有哪裡不好的啊 你要跟他說怎樣 對對對 你有這個要改 那個要改 然後他就變臉了 對不對 然後呢 你這時候你要說的是什麼 你很好 我真的很喜歡你 他需要的是認可 他需要的不是修正 所以這個很有趣 我沒辦法很細膩的講 我只能很快的跟大家分享 就是說他表面上是C Please Help Me 但實際上他是P 你不能幫忙我 OK 這是曖昧溝通表面上是這樣 可是他裡面是說 我不想改變 OK 所以呢 其實你要做的事情就是肯定他就可以 你不需要做太多 OK 這是常常會出現的一個曖昧溝通 其他的呢 怎麼樣創造懂得溝通 這個很重要就是 懂得溝通就是 你要懂自己的溝通狀態 你在P還是A還是C 你要懂別人在哪裡 那你要轉化自己 就像剛才講的 你要能在交錯發生的時候 你要能轉化 有時候你要能夠轉化別人的溝通狀態 然後呢 你可以愛別人也可以愛自己 給別人一半也給自己一半 這個就是一個我們說懂的溝通 你要懂 那我們現場我們可以怎麼講呢 怎麼樣是一個懂的溝通呢 怎麼樣在這個溝通裡 我們可以稍微了解對方一下 我們可以轉化對方一下呢 第一個 當在溝通的時候你要先懂情緒 你要先看見跟聽見 懂情緒當一個人回來的時候 他心情很不好 你看到了他可能是生氣 他可能是憂鬱 他可能是不舒服 所以你看到了你懂情緒 你跟他講說 你是不是不舒服 先把這個情緒辨認出來 然後你說的 你需要是發生了什麼 你可以問對方怎麼了 然後呢第三個是 如果我是你我也會這麼難受 然後第四個最重要的是 來我陪你怎樣怎樣 我幫你放個洗澡水 我幫你做個什麼 我幫你弄個什麼 OK 這個就是懂的溝通 先要看見先聽見 先看見非語言 先聽見語言 然後先辨認一下這個情緒 然後你也可以辨認一下 他到底在什麼狀態 你要注意 如果一個人在C的自我狀態 他是不講理的 沒辦法講理 你要等他到成人的狀態 他才能講理 所以一個人如果回來說 怎麼會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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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在什麼狀態 他在C 他在C 然後你問他怎麼了 你就跟他說 我今天被老師 把我的報告丟到那個桌上 說我寫得很爛 那時候你怎麼辦 你看他說 你是不是真的寫得很爛 讓我了解一下 這個時候可能不是 你這時候要怎麼辦 你說喔 是這樣 那今天是怎麼回事啊 他說就是這樣啊 他怎麼可以說我寫得很爛 那你就跟他說 對啊 如果我是你會覺得這樣很挫折耶 好來來來來 你先坐一下 我幫你泡杯水 你要不要出去走一走 走一走的時候跟我講一講 聊一聊好不好 好 所以來我陪你做什麼 這個是一個處理 這個是先看見 然後這個是了解 然後這個是了解 發生了什麼脈絡 這個是做同理 這個是做問題處理 這樣子 你不用懂PAC 如果你懂這個就可以 懂對方 就可以懂他發生了什麼 而如果你懂 對方的安撫密碼 來 如果你跟他在一起 你是他的伴侶 你熟他 你知道 他喜歡吃東西 來 我陪你去吃珍珠奶茶 他喜歡運動 來 我陪你去運動一下 他喜歡洗熱水澡 來 我陪你去洗澡 不是我幫你放熱水 可以啦 所以這個是很有趣 所以這個是很有趣是你要懂 然後你要了解脈絡 他的經驗是什麼 然後你要同理他 然後你做怎樣 適合他的問題的處理 這個你就可以 真的懂對方 所以呢 不必懂也可以溝通 如果你回去練習 不必懂 你就是用這個方式 這四個步驟去練習 你會發現人是這麼豐富 你會發現人很有趣 這就是我的工作 所以呢 最後我們說給女性的話 跟給男性的話 這是指心理男性 我們給女性的話是 每天摸摸他 陪他去玩 穿他喜歡的衣服 切水果給他吃 讚美欣賞他 這等於說男性要的安撫 比較偏是這個 這個是誰的理論 這是Dr.Harris的理論 他有一本書叫 他需他要 然後他說呢 給心理女性的是什麼呢 給心理女性的是 給心理女性的是 就是心理女性的 他需要的是什麼 給男性的話就是 送他一些小東西 聽他說話 給他錢 禮券比較好 然後支持他 幫他倒垃圾 幫他打電腦 幫他寫作業 這樣子 然後呢就是實際上 你們可以去做的 那你們只要常做這個 不知道為什麼 對方就會覺得你懂他 你們不用真的知道 為什麼他喜歡這樣 但是你們會創造一種支持的 肯定的 彼此懂的環境 讓你們彼此在這個關係當中 可以滋養 好 那今天呢 希望你們聽了這首歌 你們就比較懂對方 我要你們伸出你們的手來 拍拍旁邊的夥伴 如果旁邊的夥伴太遠 拍拍自己說 拍拍自己說 我好棒 預備 來 我好棒 我坐在這裡 拍拍自己跟自己講說 喔 我現在懂一點點了 預備 來 我現在懂一點點 我希望你們有機會回去做 好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